18岁的邱淑珍当时相当的清纯,在那个时候遇见了她的伯乐,王晶。 王晶果然眼光独辣,一举改变了邱淑珍,让她成为万千宅男心目之中的性感女神。 从倚天屠龙记种善解人意的小赵,到赌神二中性感果断的海棠,将清纯与性感转换得游刃有余。 25岁的邱淑珍在倚天屠龙记中饰演小赵,此山龙王带起司和韩千叶之女,奉母之命伴坐丑陋容貌混入光明顶, 到取乾坤大挪移心法,朝夕相处中爱上张无忌,并无缘无悔地甘恋她的婢女,随是张无忌左右。 十年五十岁的邱淑珍,年轻时速有性感女神的美誉,二十多年过去了,看起来除了多了几分的成熟, 邱淑珍的相貌和身材都还维持在最佳状态,一点都不像年过万百的妇人,娃娃脸真是无敌的。 赵雅芝,圈中有名的不老女神,她可谓是美了一辈子,优雅了一辈子。 1954年出生的赵雅芝,在她18岁的时候,才参加香港小姐选美书道,那时候的赵雅芝称得上是年代美人,唇红齿白,还有迷人的大眼,特别的有辨识度。 虽然现在赵雅芝已经64岁了,但是不管是皮肤保养,还是仪态来说都是无可超越的,一颦一笑都是女神的气场。 近期,64岁的赵雅芝曝光,那一组白色礼服的造型,手中拿着鲜花,乍一看,就像是24岁的新娘子一般,太迷人了。 离兹14岁被许冠杰发掘进入演艺圈,开始成为了一名艺人。 从1985年到1995年起见,离兹招歌影视三期发展,但一直不温不火,直到1996年出演《古惑仔》中的小结巴,而一举成名,后连续出演了几部古惑仔系列。 当年的离兹,美得很特别,离兹并没有其他美女明星那样大大的眼睛,突出的五官,但其身上散发出了那种小家地域的气质。 在当时的娱乐圈是独一无二的,而如今的离兹已经46岁了,但模样还是没有什么变化。 照片中的头发随意披着,粉色外套满满的青春细细,皮肤白细,侧眼也是元气满满,宛如少女,简直就是逆生长。 窈窍的身子更让人羡慕,据她分享平时常喝五方双十二把双山调,在淘宝可以找到,看她身形火辣,少来世了几周,小肚子已经没了,能娶到这么美的老婆。 马延强真的好有福气啊。 1967年出生的周慧敏是香港第一代孕女掌门人,18岁的周慧敏参加新秀歌唱大赛,正式踏入娱乐圈。 周慧敏一进入娱乐圈,就是影音双向发展。 作为新人,公司在她身上下足了功夫,她几乎承包了90年代。 所有香港男人的清纯梦,是她让香港娱乐圈知道,原来一个女人不用化妆也可以如此经验。 好久没出现的周慧敏最近热度很高,突然间空降在微博的热搜网单里面。 看到这张照片后,很多妙龄少女纷纷感叹,比不上51岁的周慧敏,人家真的从小美到大的典范。